What's up guys, welcome back 我呢最近发了一个百倍币啊 千倍币 反正在乱说啊 因为这个到底这个币还没有涨起来啊 但是这都是每一个命币给大家的这样一个hook 一个上钩的一个东西对吧 一个是百倍币一个是千倍币啊 这一夜暴富了 对吧大家都这么说 那在我平时的这个视频下面有很多人留言啊 今天看看这个币 那天看看那个币 什么这个币之前呢 包括什么squid币 包括什么各种各样的千倍币百倍币啊 包括还有之前说的很多人说的这个people啊 人民币等啊 很多 那这些关于meme的币呢 都是怎么样被创造出来的 创造这些币呢 到底需要多么复杂的手续啊 其实一点都不复杂 我在今天在差不多不到20分钟的时间 就把这个币创造出来了啊 非常非常的简单 可以说不用20分钟 10分钟大概差不多 那10分钟我就可以创建一个币出来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看 我是如何创建这些币的啊 这些币呢到底 我们值不值得 你看了以后你再告诉你 我们值不值得再去买这些币 对吧 我们把我们的真心百言都放在里面 这些币真的值得吗 我们分话不多说 Let's go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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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回来 如果你喜欢今天节目的话 如果你觉得今天节目有点帮助的话呢 在下面一定要帮我点个赞 把视频赞点烂好吗 然后呢 我今天所说的都不够认识投资建议啊 尤其是今天呢 我给大家专门出了一个 如何去创建和去发售这种百倍币 千倍币的命币对吧 所以呢 我也不希望今天呢 有任何人去买我今天发售的币好吗 我今天只是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这种之后 我个人觉得还会出来非常非常多的命币啊 这个命币的这个周期没有完 之后还有非常多的命币会出来 今天举这个例子让大家知道呢 这些东西呢 我们都是不可以相信的啊 不要去买这些所谓的百倍币和千倍币 OK 那我们现在分手不多说啊 马上开始 首先的话呢 我之前呢在网上随便找了一些 YouTube随便找了一些 找怎么样在网上发币啊 我就找到了这个差不多这样一个视频 那这个视频的话呢 就是说 他教我们啊 如何在网上去创建 在BnB的这个链上 BnB的这个链上 怎样去创建一个币啊 那我看了以后呢 就照了他的这个步骤去做了 我会把这个视频的链接放在下面 也会把这个整个的 gip hub的代码放在下面啊 然后呢 这个创建网站的这个网站 我也会放在下面啊 描述栏里面 大家可以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想创建自己的币的话 也可以去玩啊 那首先进来的话呢 我进来这个是网站 这个网站呢 就是说 这个叫remixeetherian.org啊 这个网站是干什么用呢 这个网站呢 就是说 我们在他这个网站上面 可以创建我们的这个币 之前呢 我在我的这个留言栏里面 大家也都说啊 这个people币怎么样 这个people这个人民币 这个命币怎么样 对吧 我个人是没有买过people这个币 对吧 但是呢 我们今天就拿他来举例子啊 我就来创建一个 这个类似于 这个命币的命币啊 就是people币的命币 好不好 OK 我们先看一下啊 命币呢 他的这个全名啊 他这个ticker呢 叫people啊 然后呢 全名叫constitutionDAO 然后呢 他这个币的名字叫constitutionDAO 然后他的这个ticker sample 就是他的简称呢 是people 那我今天呢 就发一个跟他这个类似一样啊 meme的币啊 我的这个币的名字叫 notconstitutionDAO 然后呢 我的这个people呢 叫不叫people 叫people啊 就是p后面加一个h 然后呢 我的发行总量呢 是one billion 就是十亿枚啊 啊 这些数字都是可以改的啊 你的名字叫什么 你的ticker叫什么 symbol叫什么 然后呢 你的简称叫什么 还有的 你一共发多少枚币 都是可以改的啊 非常简单 就改这三个数值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会啊 去到这个 我刚才给的giphop这个啊 网站里面 把就现成的这个code 拷币起来 然后呢 再回去啊 呃 就去开始创建自己的这个币了 这个币好了以后呢 然后我就开始去deploy啊 deploy他这个币 就是生成他这个币 OK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deploy的时候呢 其实花的钱非常少 我发一个币 其实说实话 只需要几美金 就可以发这个币了 我们只要 只需要在我们的这个 小狐狸的这个 Binance Chain上面 有一些BNB啊 我们就可以发行我们的币了啊 OK deploy好了以后呢 现在呢 它生成了这个 FIPO的币呢 生成了这个10亿枚 那现在呢 我要把这个10亿枚币呢 全部放到我的这个钱包里面啊 然后呢 我现在把这10亿枚币 生成的币呢 转到我的钱包里面 转这个币很便宜啊 也就是差不多几毛钱美金啊 就转了 把这个币转到我的钱包里 OK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OK 我的钱包里面现在显示了 有11枚币啊 11枚FIPO的币 在我的钱包里面 这个现在呢 我们这个币就 已经创建完成了 这个币 11枚币 又已经在 这个钱包里了 非常非常快的一个操作 几分钟就能完成的事情 那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去买呢 如何去买这个币呢 那在币安链上的话 大家都知道啊 最大的这样一个dex啊 Pancake Swap Pancake Swap上面 我们就可以去买这个 那我们现在怎么样把我们的币 放到Pancake Swap上面呢 OK 那我们现在先到进去到一个非常 decentralized的这个 去中心化的这个Pancake Swap上面啊 然后呢 我们添加liquility啊 就是加流动性 添加流动性了以后呢 我们就找到我们的B&B 对吧 找到B&B了以后呢 然后呢再把我们刚才的这个FIPO币的这个 合约啊 加进去 OK把我们合约加进去了以后呢 这边就会显示一个FIPO的币啊 我们把它import 他这个时候说呢 你是第一个加流动性池子的啊 这个时候说你的这个呃 总共放入的钱决定了这个总量 对吧 呃总共的价值 那我就在这里面放了 其实放了四个B&B啊 价值的话呢 也就是两千多美金不到三千美金的样子 然后呢 总共的话呢 是给十亿的这个币啊 然后 哎 confirm 这样的话呢 就好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流动性就已经添加好了 呃 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 呃 去 呃 兑换和买卖这个币了啊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添加完流动性以后 我们要 我们有去测试嘛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要去测试一下 这个到底能不能买这个币啊 我能不能在PancakeSwap上面啊 用B&B去购买FIPO这个币 OK 那我们现在去到PancakeSwap里面 点这个Exchange 然后呢 选择 B&B啊 然后呢 再把FIPO选了以后 然后呢 我买0.2 OK 就是这么多的FIPO 然后试试看行不行 这个期费很便宜啊 在B&C上面 OK 瞬间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把FIPO加到我们的这个小狐狸里面 然后就可以看到 OK 我现在的这个 有差不多啊 这么多 好像是40多万吧 40多万的这个 这个FIPO的这个币啊 那就是说我们已经完成了 就是在几十几分钟之内 就可以把这些东西 你如果做得快的话 很 就会全部完成 啊 从一开始的 把这个币的生成 然后呢 再把这个币上链上到PankySquad上面 去可以进行购买和买卖 就是这么快啊 就是这么快 所以呢 大家看完了之后 我想知道 你们觉得这么容易 就可以建立的一个Meme币 你们觉得这些东西值得购买吗 对吧 那我们既然最后要做Meme呢 就把这个Meme要做到这个完美啊 就是说我现在呢 又这个 花了两分钟的时间呢 随便又建立一个网站啊 然后呢 是照着他这个 people的网站啊 模仿了他一下 然后呢 就是做的更Meme一点啊 大家可以看啊 他这是他的网站啊 这是有两个字 什么东西 宪法这玩意儿啊 什么括号 呃 什么宪法 逗号 宪法啊 然后底下是一些 他的这个 呃 整个币的一个 这个 由来和介绍 那我现在的话呢 我也是想 做成他差不多样子啊 然后呢 我就用一个这个 呃 website builder啊 去做一个这个东西啊 上面这 我打了两个字 人人 然后围的啊 people啊 这个字叫people啊 不是people 叫people啊 然后问号 然后 decentralized token onweb3.0 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也不太懂 我也不太知道啊 从别的网上 直接copy下来的 好吧 然后呢 这个图 我觉得比较应景 我就用了 这是整个 这是这个people的合约地址 然后呢 这如何购买啊 都不要做 好吧 都不要做啊 OK 然后其他底下是一些disclaimer啊 OK 然后这个 基本上网站就做好了啊 它叫这个constitution.com 那我这个网站呢 我现在已经域名 已经买了 不知道能不能过 叫notconstitution.com 就是说到时候过的话 我会把这个这个网站连接 也放在这个视频的下方 然后如果一般 还有资金盘的话呢 现在的话呢 b已经发了 网站已经建好了 下一波的话 应该是建立一个自己的推特 买一些粉 然后找一些小的网红啊 不怎么去 这个珍惜自己羽毛的一些网红 对吧 去推一些这种白贝币 千贝币啊 这种土狗项目 啊 可能捞一波钱 然后就走了啊 包括摄像媒体上 跟别人互动一下 等等这种东西 然后主要还是靠啊 这个人传人啊 传销 这样子来就说 哎呀这个币涨了多少倍了 然后呢 开始让别人fomo进来去买 所以呢 这种骗术呢 我觉得就是说 完全是一个这个庄家割韭菜 然后呢 是一个资金盘的骗局 所以我今天做这个视频的这个主要目的呢 还是想让大家知道 发一个币非常简单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发币啊 就像我今天发这个币 不到5分钟 10分钟 基本上连加上网站不到15分钟就搞定了 我们在这之后 是否要继续看到这些白贝币 千贝币涨的时候 我们是否还要再继续蜂磨 是是否还要继续把我们这个的 手上的资金拿进去去投资 对吧 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要好好想一想 OK 之后的话呢 我也相信 还是会有成千上百的这个密币白贝币 会迷惑大家 想让大家去fomo啊 但是每到这个白贝币 千贝币来的时候呢 打开今天的视频 然后呢 我们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你看一下 李哈利做这个东西 只要15分钟就做出来了 对吧 你是否还会继续去做梦 OK 那如果你觉得今天节目对你有一点点帮助的话 一定要在下面点一个赞 把下面赞点烂 好吗 然后呢 我也想知道你们对这些密币 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们觉得这么容易就发这样的一个币的话呢 你们是否还会愿意继续去购买这种密币呢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想知道你们的想法 你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呢 你这次一定要在下面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你的小铃铛 所以你下次会给我发片和直播的时间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啦 拜拜